马斯克推特收购案闹得满城风雨 除了上阵这开闸执行长和其他高层 现在又惊传他计划亲自接任推特执行长的职位 消息人士指出马斯克可能只是暂时担任执行长 但有人已经等不及向马斯克申冤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28号推文 先是吹捧自己是中国最受欢迎的评论员 接着恳请马斯克删除他中国官媒的身份注记 尊重中国的声音 此话一出引来网友大肆嘲讽 笑他怎么可以因为有中共身份而感到羞耻呢 过去推特审查机制确实充满正义 但马斯克拿下推特也让各界一则一喜一则一忧 马斯克言论黑历史立刻被放大检视 有企业害怕被扫到台风尾 通用汽车直接宣布暂停在推特下广告 有些民众也对推特的未来相当悲观 但也有人乐观其成 曾被推特言论审查封锁账号的美国前总统川普大赞 推特终于交到明智的人手上 如今推特已经进入退市程序 与马斯克控股公司X Holding 2完成合并 将在11月8号下市 马斯克主导的推特究竟是言论自由的殿堂 还是沦为舆论战场都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进行文林媒介陈思寅报道